不少小伙伴都关心灵灵现在在香港的情况怎么样了 接下来呢就是灵妈拍的一些小短片 灵灵刚到的时候呢是在一个特别护理仓待着 可以观察一下她有没有应急呀 以及有没有其他的异常情况 那么前天的时候呢已经挪到大房去了 就证明她一切都正常 大家不用担心 在大房间呢还有四个小伙伴 所以我们灵灵现在就不孤独啦 希望她早一点适应 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 用阿玲换回来的礼物吧 都有些什么呢 其实我一直都想打开 但是为了第一时间跟你们分享 就忍住了 整个箱子都是新的 你看她有多有心呢 这个怎么改号嘛 都给我用小纸条写上了 真是好有心啊 谢谢灵妈 妞妞 妞妞你想吃什么 妞妞 我猜应该是吃的 因为都知道我是吃货 准备好了没有 当当当当当 这个是奇华的 有一个喜字的 应该是礼饼系列 看一下啊 哇真的耶 这些就是结婚的礼饼 不错不错不错 这个是拼小猫的一个很正式的礼物啦 继续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奇华的 都知道我喜欢吃奇华的东西 这个是凤梨酥 哇好香啊 一打开就闻到一股香味 奇华不管什么我都爱吃 好有心哦 没有这么多啊 我的天啊 我给你吃不完 先看这里面吧 这个是老婆饼 应该是女儿饼啊 哇 两种口味的 也是奇华的 一看就很好吃 那本身是礼饼里面的放大版 哇 我最爱的蛋卷 我已经看到啦 这个蛋卷我就不打开了 奇华的蛋卷这是很好吃的 好了 箱子里的都拿出来 我先把箱子放好 小房 你来吃饼饼啊 你喜欢那个套套啊 这甜嘴 很像吃 刚发现这个箱子 竟然也要1750块 那真的是太破费了 为了一个小猫咪付出了好多 不光是精力还有金钱 非常感谢下次旅行 我就可以带着这个小翔翔一起去了 现在看这一袋子 我的天啊 好重啊 你拿起来 哇 Hello Kitty的棉花糖 这个是水果硬糖 这个是水果硬糖 各种口味的 这个先开一下这一盒 阿仔 阿仔 控制一下自己 控制一下自己 看 哇 嗯 好香啊 你闻看 水果硬糖 糖有了 饼有了 还有这么多 这个是猪鼓力橡皮糖 这个也是 就是不同口味的猪鼓力橡皮糖 本来他说要送东西给我 我就说随便买两包糖就好了 谁知道搞了这么多 这个好吃啦 这个是 外面是巧克力和果然 里面应该是麻酥 里面还有馅儿 杏仁的 我猜的啊 因为这个很直观 能看得出来 这个是黑巧克力 瑞士的黑巧克力 还有不同的口味 这个是牛奶巧克力 哇 还有面膜 我的天啊 你是怎么知道我不爱洗脸了 还有面膜 真是太用心了 两盒面膜 不不不 四盒面膜 哎呦我的天啊 12小时长效报 报虚 这个是特浓的牛奶糖 日本的 我的天 我现在马上就想吃了 还有还有哈 没有完 其实呢 这个本来是我要买的 但是他抢着付了钱 所以也算是礼物 这个是迷你的奇华月饼 它是蛋黄的 迷你的 可是已经被我偷吃了一个 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偷吃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奇华的礼盒 就是来香港的人会比较喜欢带一个这样的礼盒 里面是 里面是奶黄月饼和奇华的曲奇 这盒呢 就是五人月饼 也被我偷吃了一个 到时候分给小姐姐她们一起吃 这个小猫咪 淘淘的就进来了 好了那送去香港了 再换一个箱子 再换一堆油污回来 来了 送去香港 那来了 来了 熊熊 熊熊 你的傲娇呢 连熊熊都要去趴着那个套子好好笑 你怎么这么好笑 真的非常感谢林妈这满满的心意 这些也代表着林妈对小猫咪和李老师的爱 非常感谢你 很感动 为了报答林妈的爱 我以后一定要努力装小猫 这太有动力了 哇 哇 还有两个包裹 也顺便一起开了吧 这个其实我已经拆开了 刚刚拆了 当当当当 这是咪咪姐送我的 青皮 绿皮香蕉 但是别看它绿啊 过两天就可以吃了 香蕉甜 好 香蕉先放一点 这个是亚重站给我送的礼物 箱子已经破了 但是我还没有拿出来 也是想跟你们第一时间分享 亚重站25周年发给红人的 就是我的礼物 这个是什么呢 新款猫窝 免费领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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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冻干块 然后这个是小饼干 冻干小萌饼 鸡肉味 这个是什么 帮妈妈看是什么 看一下 这个是除菌的喷雾 它是一个消毒 所以可以喷地上 这个折扇应该不简单吧 要不怎么会送一个什么蛋 我才不简单 我真的好漂亮 它是那个像罐子一样 好可爱 享受一下 你好傻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禁卫储君的禁卫器 可以放在猫砂粉 它可以贴在某一个地方 就是猫砂粉房 取到一个进化的心 然后这个就是 俊宝的知识心语 它是一个营养片 之前我们家也有买过 哇还有这么多东西 它也是一包 知识球 然后 这个是什么 猫砂粉 猫咪西抓 按在西抓 就它可以干洗 可以 哎呀 长毛毛干洗 泡沫 不用冲水 好 我们试一下 哇 这个厉害了 这个贵了 这个 这个你们都知道是什么 还是 我就 我就过啰嗦了 这个是贵货 哎 已经坏了 难怪 这包又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冻干 生骨肉 冻干猫粮 这个是乳铁蛋白 成胀棒棒 这个应该是狗狗和猫粮 这个可以吃的 狗狗和猫粮 这个是调调乐 主食猫条 然后兔肉味的 怎么还有兔肉味的 小兔子不可以吃哦 哦 这个是两瓶 那个慕斯 这个是小肥鳩狗树 小肥鳩 这个名字好听 我们演一个粉丝 我们演一个粉丝的 猫咪也跟这个名字很像 哇 这个是小猫用的 挺好 就跟以前的贝古猪 差不多 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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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我感觉给它梳脸 应该挺好 因为这个梳子够命 梳脸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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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耳朵毛 鱼泡 嗯 不错 可以 收购 然后还有 这个是吸水杯垫 这个是 宠物的漱口水 但是我们家猫 应该不会熟能用 然后这个是 糖果项链 小猫咪的嘛 但朋友要找一个小猫咪的方 我就看一下 这是小猫咪的项链 这个是什么呢 哦 这个是 兔肉和鱼鱼子的罐头 哦 叫山野田间 然后这是 这是什么 冻干 嗯 这个是美国的包 哇 那这包包应该蛮够的 小型犬呢 但是也不妨碍 他在吃 就像 就行 你要不要吃钱 看 现在不想看 这个事情 按 但是猫咪是吃了 所以就不能吃 啊 去去去 哈哈 哈哈 这打脸啊 他为什么不吃呢 不是说狗粮不好吃 因为他一直都有餐鸡肉啊 或者是鸡骨好在里面吃 所以光给狗粮 他是不买账的 除非里面有洞发 嗯 然后还有一盒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袋一袋 嗯 我就不拆啦 这个是 能量酱 估计就是肉泥吧 就是一包一包的肉泥 为什么不拆呢 待会我会从这堆礼物里面 给大家来抽个奖 把这些礼物灯给大家抽奖抽出去 这个是猫条 耶 这有一个VIP门票耶 到时候我也给你们抽奖送给你们 感谢药虫展给我送了这么大一个礼包 同时也祝福药虫展越办越好 妮妮啊 这个是公主彩带的 你要不要试一下 小公主她带来 身为我们家的长公主 别走啊 长公主 哇 好有公主饭呀 谁要走 豆豆啊 你看到了没有 灵灵姐姐都换了这么多礼物 你不回来 你是不是要努力一下啊 老实摸一下 摸一下 摸一下 我还没摸你你就摸我了 嗯 要乖一点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去远远的地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去远远的地方啊 是不是 要咬我啊 要了 要了 她其实是轻轻的 打我也是轻轻的 心里还是有一点分数的 很善良啊 这个小猫咪 不去啦 不去啦 嗯 靠她换糖 估计难哈 好啦 现在就到最重要的环节啦 谁来谁来 干干 谁要吃 哎呦哎呦哎呦 小包来了 哎呦哎呦 因为这包冻干已经破包了 所以就给他们吃了吧 来了 哎呦 妈妈来了没有妈妈 真鬼 弟弟 哎怎么不买账 只要小包一个要吃是吧 天气太热了 他们都在网上探空调 一个都不来哈 啊 要是灵灵在家的话 这一包已经吃完了 好吗 好美面子啊 哎呦哎呦哎呦 还要握手啊 这 小包你握手了没有小包 嗯 掉地上 你吃不吃 你看 吃不吃这个三角猫 看 瞬瞬 你吃不吃 不要吃 我是想不要吃 嗯 就把嚼一下啊 直接就吞了 你要不要吃 你要不要吃 啊 天啊 哎呦 哎呦 好吃的 这个好吃的 快点 对的啊 嗯 放稳稳里啊 吃 吃是想吃的 吃是想吃的 好那我不看你了 你自己吃哈 好了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啦 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林妈 为了林林和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喜欢猫咪狗狗的朋友 记得订阅点赞给我们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